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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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不曉得大家剛入戰鬥陀螺這個坑的時候呢 最頭痛煩惱是什麼問題 像我啊最頭痛呢就是配置得上的一個問題 就好像是玩了一款新的遊戲 學習要怎麼去配裝一樣 必須要去一一的了解它的特性 所以呢 在這段時間我把我收集到的資料 整理出了一些簡單的概念 希望呢能夠給新手玩家一個方向 等到了解了概念之後 就可以融會貫通 創造出自己風格的配置喔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GO 首先是配置陀螺基本分成三個步驟 1 先決定結晶盤要使用哪一個 先選出你喜歡的結晶盤 選定之後呢再進行 2 依照結晶盤的特性 去選擇它的鐵 環 還有軸心 第三 最後要下場前依照軸心的特性 練習平色或是斜色 那陀螺形態呢簡單的出分為三類 第一類 攻擊型 第二類 防禦型 第三類 吸收型 那這邊要注意喔 陀螺的配置是很活的 這邊呢為了讓大家先了解概念 所以先出分為這三個 好那我們先來討論攻擊型的部分 攻擊型的話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主動的去攻擊別人 那它的結晶盤 有一些特點 第一個就是不對稱的形狀 再來就是對於邊邊角角或是攻擊的部分 有做一個特化性的強化 再來就是盤面上會有鐵的部件來增加攻擊力 那軸心的選擇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第一 可以跑出梅花狀 或者是在場上橫衝直狀的軸 比如說 EV軸 或是 JL軸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選擇就是會一直繞圈 還有貼那個戰鬥盤邊緣會加速的軸心 例如D軸軸 或者是DX軸 那你喜歡的攻擊型結晶盤 如果你覺得它的尺痕太淺 你可以選擇 比較不會被爆裂的DASH軸 那目前呢 攻擊型的DASH軸呢 選擇是最多的 所以也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攻擊型的DASH軸 來做一個配合 那鐵的選擇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像這種 Z鐵 它有一些特殊功能的 鐵跟環呢 是一體的這種 旁邊有橡膠 可以增加打擊力 也可以選擇偏重心的DASH鐵 來增加某一個部位的攻擊力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重的鐵 來增加陀螺的重量 增加它的防禦力和攻擊力 以免自己在要去擊飛人家的時候呢 自己被對方給擊飛 環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像這種 有邊邊角角的環 讓對方在傾斜的時候啊 會被你這個角 給勾爆 那也可以選擇呢 對於離心力強化的環 像這兩邊有重量特化 可以讓陀螺的離心力更大 增加攻擊力 當然也可以選擇這種 比較圓的 強化防禦力還有重量 那等級環的話呢 可以看你的陀螺的特性 如果它很容易爆軸的話 可以試看看裝上等級環 來增加它的穩定性 結晶盤面呢 越不平衡的裝上等級環啊 它的效果會越明顯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介紹防禦型的陀螺 防禦型呢 通常就是住所在中間 等著別人來撞擊它 那它的盤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個特點 就是會比較圓 而且它的尖隙呢 都會比較小 以防被其他的陀螺勾爆 那它也會有一些裝置呢 可以反彈吸收攻擊的一個裝置 三頭犬也一樣齁 是上面會有一個裝置 可以吸收人家的攻擊 那軸心的選擇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選擇第一種 會搶中的軸心 例如AT軸 在外面繞圈之後呢 會馬上回到中間來 用別人來撞它 第二種呢 就是會有一種 不容易被擊飛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的橡膠軸 因為摩擦力夠大 所以可以穩穩的黏住盤 比較不容易被擊飛 又或者是呢 旁邊會有比較寬的一個設計 可以在讓你被撞擊的時候呢 在陀螺的邊緣做一個交 第三 因為你要在中間等著對手來撞擊你 所以呢 你的持久力一定要夠 那持久力的陀螺的話呢 要選擇下面會有活動部件的 例如AT軸下面會有這種球狀的 又或者是ET軸下面有這種盤面的 這兩種呢 都能夠有效的增加陀螺的持久力喔 鐵的選擇的話呢 我們會挑選重心比較平均的鐵 來讓陀螺的旋轉能夠更順暢更持久 例如我們的0鐵、00鐵、7鐵、10鐵 還有Omega鐵都可以喔 那如果要選擇Omega鐵的話呢 你要記得它不可以裝環 所以呢 要依照陀螺或軸心的特性 來看看要不要來選擇Omega鐵 環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盡量挑選遠一點 來增加它的防禦力還有重量 而且防止它的傾倒 另一種的話呢 是像T環這種 雖然它有邊邊角角的 但是如果它是順向的話呢 也能發揮防禦力的一個作用 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右迴旋的陀螺 我們把它選擇T環的這一邊 當它在旋轉的時候 都是由比較寬的這一面 去承受攻擊 也能夠有效的增加防禦力喔 那等級環的話呢 一樣看看我們陀螺的一個特性 需不需要增加等級環呢 來幫它做一個重心的分配 最後一個的話呢 是吸收型的陀螺 吸收型的話呢 就是要經由對方來撞你 來吸收它的一個動能 來讓我們的陀螺能夠旋轉得更持久 通常呢 解禁盤上面會有 橡膠的一個部件 會有一個橡膠的部件 白色這個部分 還有魔龍上面紫色這個部分 那魔龍的話呢 因為它上面還可以做一個抵銷的動作 能夠再增加吸收動能的一個效果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吸收呢 是利用比較短的一個間隙 不斷的一個撞擊 來做一個吸收回旋的一個效果 軸心的選擇部分的話呢 盡量都要選擇底部有可以活動的一個部件 比如說吸收流最喜歡用的BR軸 還有DS軸 下面呢都是會有可以活動的部件 這樣子的話呢 才可以承受四面八方的攻擊 來增加吸收的一個效果 那另一個比較特別的話呢 是這個XT Plus 這個必須要再另外買補充包 才會有下面這個黃金的一個配件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本身就帶有一點吸收的特質 不管你是什麼陀螺呢 都有辦法增加一點吸收的效果 鐵的選擇部分的話呢 大致於我們的防禦型相同 都要選擇重且圓的鐵呢 來增加陀螺旋轉的一個順暢 那因為我們在保持低速 要讓人家不斷撞擊的時候呢 也需要重一點的一個配置喔 才會防止我們的陀螺被擊飛 環的選擇部分的話呢 也是要盡量挑選圓的 這樣子呢 增加它的防禦力 還有防止它被撞擊的時候傾倒 讓結晶盤呢 不要去磨到我們的陀螺盤 把自己給磨死了 等級環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看我們的陀螺 它的特性需不需要來加裝等級環 比如說 如果我配地獄火吸液的話呢 我就會把等級環裝在上面 讓它更安定 吸收的效果呢 也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分享的三個陀螺配置的概念 那大家要注意喔 這個都不是最強的一個配置 本片呢 是希望能夠教大家 怎麼樣去組裝每一個型態的陀螺 來創造出自己風格的一個陀螺配置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請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呢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